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当时还合计他这么自信搞不好还能给我一个惊喜 毕竟化妆出奇迹嘛 说不定人家人妖造型还是很惊艳呢 结果上装以后的胖子哥是这样的 服了服了 有自信是好事 但我求求你能不能尊重一下自己的职业 女装之间好歹把胡子刮了吧 人家鲁制身女装也不过如此了 我真好奇多人比赛的时候你表演撒 人家唱歌跳舞 你演一段倒霸吹羊柳呗 好在后来胖子哥心里还算是有点逼数 我决定自己不上场了 反而把班主忽悠了一顿 最后让他假装人妖参加了比赛 嫌不出班主心里经过了怎样的纠结 总之磨叽的半天比赛终于要开始了 主持人粉毛人妖哥闪亮登场 一嘴标准的摸音箱 我宣布第七届人妖小姐大赛正式开始 下面播放本次大赛的主题曲 聪明的衣修 这大概是节目组在自黑吧 总之班主最后还是参加了比赛 而且凭借着出色的对口型表演 一举拿下了冠军 这个结果可以说不是我军太强大 实在是帝军不给力 你们看看这片子里面的几个主要人妖 都什么形象 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其他几位参加选手比这几位强点 但也有限 我一看这哪是人妖宣美啊 整个一水泼凉山 都他们是来造反的呀 跟他们比别说是班主这样长得 确实算不错的了 你就让月圆蓬来 冠军也应该是没跑 我多美呀 按理说夺冠应该是件好事 但问题是班主这个人妖是假扮的呀 而且他还被一部叫做戏子电视剧选中了 要当剧主角 这部片子导演叫钢管 本来是个非常有钱的富二代 但是他对经商完全没有兴趣 就想当导演 换句话说 如果他不把片子拍好 他就不得不回家继承好几亿的家业 一种林俊杰的概念 他还有个女朋友 这些年一直陪他同甘共苦 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结果没想到钢管居然熬成了著名电视导演 我操就等着你创业失败了 你咋还成功了呢 于是这个时候 两个人已经离分手不远了 总之这一次钢管本来准备拍一部枪战片 就是有加特林哒哒哒猛蓝火的那种 结果道具部的炸弹出了问题 演员演一次 蹦炸弹炸一次 演员演一次 蹦炸弹炸一次 也不知道他这是拍片还是扫雷 总之最后终于是拍不下去了 钢管呢只好接了一部 自己并不擅长的言情剧 就是这部戏子 而且投诉方还特别点名 要选一个人妖来演女主 这个角色最后就落到了扳手头上 但问题是光长得漂亮没有用 扳手完全不会演戏 那演技基本就和 和 还有 是一个水平的 最后钢管被气得没招 就让扳手来房间跟他对剧本 扳手打扮的花枝招展走进房间一起看 发现钢管真的捧个剧本来的等着他呢 这给扳手气的 你咋不说打羽毛球呢 总之钢管和扳手就开始了招西相处的生活 而且扳手虽然演技不打蝶 但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肯钻眼 最后一来二去 这两个人还有点看对眼了 这就让钢管很惶恐啊 看他名就知道 这位是个钢铁智男 没想到现在居然对人妖动了心 他无法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 可惜扳手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不然肯定得笑出声来 知道我为他叫扳手吗 就是不管你是钢管还是鸭签 我一准能给你摆成方向盘 只能说泰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 平时见到个人妖呢 都是凉山坡108将级别的 眼下终于碰到一个好看的 也难怪钢管把持不住啊 我走咱就走啊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